嗨 嗨 嗨 哈囉 歡迎收看 大家好節目會 最近日幣貶值 所以大家都覺得 我要去日本玩 然後去那邊要報吃報買 買東西不用看價錢 還是要看一下 0.2嘛 對不對 好像... 超免疫的 但是... 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是 就有人說奇怪 我去吃東西的時候 好像被灌單耶 變貴了 那個好像... 那個跟我講 原本算的價錢不太一樣 然後仔細去算一下 發現真的耶 價錢增加了很多 然後日本當地有真的去調查 發現很多的店家 都會灌單或灌水 像有時候我們去 藥妝店買東西對不對 是 如果我買五個 他有時候會貼成六個 七個這樣子 然後你這一大牌 你也不會一個人去檢查 你就白白的當個肥癌 藥妝店真的不能這樣 因為台灣人專去藥妝店 對,是要買的 所以不可能吧 日本人怎麼會做這種事 所以這件事情發生在日本 所以讓我們很... 就是信心虧疾 我們對日本的信任感 全部都沒有了 除此之外 日本人騙了 對 還有... 還有... 就是有時候我們觀光客區 他不是拿英文菜單給我們嗎 對... 結果發現英文菜單上面的價錢 比較貴 日本當地如果是日文的菜單 價錢比較便宜 想說... 對... 太過分了 怎麼知道 日本人跟台灣人都不一樣 都外國人就不一樣 對... 所以... 我們去旅遊就覺得 連我們最安心日本都變這樣子了 還是我們的臉上有寫肥字呢 沒有 沒有 你寫有錢兩字 這奇怪 我真的就聽過 是一些事 那我知道的是那個社谷那邊 東京社谷那邊的小肉餐廳 那他們對 準備日文版的菜單 對... 然後英文版的菜單 那這個是英文版的 都是觀光客 對... 對外國人的嘛 那他們的菜單價格是 比日本版的 貴了三千五百綠匹 好多 不錯 然後呢 分量上也是 又少了 日本的少很多 太多了 那為什麼 然後呢 就觀光客覺得不合理 所以問那個店家的 那店家說是 因為是特別 因為為了外國人設計的套餐 所以才這樣子 那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因為每天的食材的價格不一樣 尤其是海鮮那種 所以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有可能是真的被騙了 對啊 不只有日本 因為泰國也會 因為泰國是公共客國家 對 然後我朋友他是在 在帕特亞的夜市賣 什麼 蚵仔煎 對 然後他跟我說 確實是 真的是 特別是觀光客多的地方 他是看臉 然後跟你說價錢 然後 對 看臉 就是你長的外國人 是不是泰國一樣 對 沒錯 然後呢 我這次有回 有去普吉島逛街 然後我就想要試說 我朋友說的那個是真還是假的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杯果汁 它的前面的是寫一杯80塊 然後我就問老闆說 老闆有沒有泰國人的價錢 然後老闆說 喔 昏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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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泰國人到 泰國人50塊就好了 對 然後呢 我還去買烤魷魚 什麼水果 還有什麼甜點什麼的 便宜很多 所以我覺得 最主要應該是要找到原油 要讓這些人不要把我們當肥羊仔 才是重點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就要好好聊聊 哪一個國家的人呢 最想要把觀光客當肥羊仔 OK 今天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所以你們有沒有當觀光客 真的是覺得自己真的被當肥羊仔 覺得這麼要講 對 我去就這樣 這邊 我有一次 我去大陸 中國大陸那邊的時候 就小朋友出現了 小朋友拿東西給我 我不小心拿了 那接著大人 突然出現 就要我付錢 就利用小朋友嘛 但你又沒有說你要 你只是他能拿著而已 沒有 拿到 就是你付錢付錢付錢 這樣子 有一次 然後隔天我走路 看 就隨便看一下那個爐邊攤的東西 那看看 就我不需要買啊 然後看一下 那阿嬤追著我說 買一個吧 買一個吧 這樣子 她發現妳有在看 對 我有看到 對 那我說不需要啊 那時候說 你為什麼不撒架呢 撒架後 可能想買啊 好 還用逼的耶 對對對 就不要不要這樣子 那我這一次 我這一次去大陸那個 深圳 深圳 對 那我知道那個 有一個地方 我去的是 羅湖 商業城 對 那我知道那邊的東西是 嗯 假的 假的東西比較多 嗯 但是一個有一個 剛剛我講 立文的那個 歐吉桑說 就 那好吧我看一下 那我去他們家 那我進去的時候 拉窗簾 然後瘋狂 就推薦 那個把明白包包 推薦給我看這樣子 然後 那個店員也越來越多 哇塞 好恐怖喔 壓力很大喔 不買不行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走得掉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想到的是 亂撒假 亂撒假 結果 花三百人民幣來買 跟那個什麼 艾瑪斯一模一樣的包包 三百人民幣 你有帶來了 我就知道了 你記得我嗎 你記得我嗎 三百人民幣 三百塊人民幣 對 太貴了 三百人民幣 三四 四 四 一千五千 一千五千 對 一千塊 我想問一下女生這個包包 人家的皮 這個包包如果買了多少錢 如果是愛牌的話 應該要 十幾萬吧 對 十幾萬你用一千 一模一樣 真的是啦 你在驗包是不是 你看那個ベ問題 你媽媽驗 不是你的那個鎖頭 那個LOGO 對啊 他摸起來質感滿像的 這個東西 真的 因為 驗馬市的車邊 它是手工車的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那麼整齊 它這一看就是機器車 所以你才真的在驗馬 對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希靜 这个在中国旅游会常常遇到这些状况吗 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没钱嘛 所以就无所不用其计吧 然后就使出各招 我觉得希田不算被肥羊仔 他还赚到 有啊 他本来是三千人民币啊 对对对 所以我随便三百三百好吗 这样子 我以为不行嘛 那后来说真的可以哦 对对对这样子是标准的杀杀方法 因为其实在国内的话 就是你尤其是去那种什么罗湖啊 你不是去百合公司 去什么那种景点啊什么地方 你第一个你绝对不能打扮的 好像你很有钱的样子 不能打扮的还贵气了 穿金带银的 然后呢你喜欢东西 喜欢的东西你也不能表现出 喜欢的样子 而且你不能犹豫啊 要闲货 而且一般杀架就是像希田这样杀架 就是直接可能对半杀吧 就是要不然就是你 甚至有一些都不用对半杀 甚至有一些乱杀 可能两百块 他可能杀个三十块之类的 有可能成功 也有可能 那你不成功的话就算了 会不会要留一只手下来 别那么可怕了 就别让他们有机会 其实是最好的 对然后不要被拉进去了 但是你其实你真的真的那个 就是我觉得人还是 不要最好不是你钱不要 低调 低调一点 不要太那个什么 对对对 但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只要去消费 每个人都骗 他不会只骗外国人 因为我刚去云南玩回来 穿那种传统服饰 然后我就谈了一个 很漂亮的价钱 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明明就是江苏人 他也跟着我一起去云南玩 他被骗了好多钱 脸上贴心心也要给他加钱 然后说要带头饰 也要另外加钱 什么 选项链也要加钱 不是包套的 不是 他就一个一个给他加 因为零售了 一个一个算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看人 你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或是你没有跟他们攀关系 他可能就是这样子 帮你外费 帮他也好欺负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平衡一点 因为他们其实自己人也骗 但我现在要讲的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小费制度 大家本来都知道 应该会给小费 但我觉得美国现在是有点夸张 美国现在是走到了 诈骗等级的行为 真的吗 因为你美国人 现在连不用服务的外贷 他都会要你小费 就是你 对啊 就是你点那种素食餐厅啊 你得来素啊那种 他都会有一个 他荧幕上面都会 最后都会跳出来说 你要走多少小费这样 他最后有一个页面 是跳出来结账的页面 是问你要不要 填多少的小费 那通常页面有跳出来 你就会想说 那是不是要填 对 那美国小肥充以前10% 15% 到现在是18% 25% 好多哦 25% 那你就会 好吧填一填 但其实你可以 你可以不用填 可以不用吗 对可以不用填 可以空格啊 外带 你就不要管 就跳过那一页啊 你其实可以跳过的 然后甚至你现在 在美国的餐厅里面吃饭 然后他不是那个收据会给你 下面也有一个会写说 叫你填小费 对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他小费早就已经 加在账单里面了 他账单里面 小费已经算进去了 然后更可怕的是 还有人把 员工的健保费也放进去 太过分了 真的 那个餐厅 把员工健保费放进去 太过分了 另外的费份也算进去 然后他在让你填 最后的小费 你有时候会想说 因为英文太拉拉扎扎 你不会仔细看嘛 对 然后就想说 那我就来填个20%好了 现在最最平常的就是20% 大概就是20% 那你这20%的小费 不是你消费的哦 是已经加过小费的20% 加到员工健保费的20% 是20%加完之后的复利20% 但是其实你那一条也是可以直接化掉的 你自己填的东西是也可以直接化掉 观光客就是不敢啊 观光客就不知道 而且我没有东西看 我们的那个英文你就想说 哇 好多好多就很难仔细去算 而且你有时候不给哦 我在美国遇到那个 我去越南餐厅吃他们的河粉什么的 我们只给了大概12%左右 他摔盘子耶 不够 对啊 我们拿那个小费盘还给他的时候 他这样看一下就摔的 超凶的 可是这个我知道连美国人自己觉得 这都是自己知道都不合理 这个是诈骗局 那你叫自己再补到20%这样给他啊 没有就不合理他 其实有人就是美国人 其实有人当地我们有亲戚跟我讲说 你就是不需要看他们脸色 你自己觉得你要给多少就给多少 你不用心里面害怕 但比他凶 对 好啦 我就只能说我们自己也不能接受 那大家如果没办法接受美国 快别去吧 我怕你们被打 你们不给小费真的会给你颜色 有些真的会就会经理出来说 为什么不给小费 这都会有压力的 因为我们是观光客说 他们有出来我们是说的 所以你们如果会怕的话不要去好了 不敢去不要去啦 不是 是你们为什么小费已经夹在里面了 我觉得那个小费可能是在说 服务费 因为你们台湾其实也有服务费 是直接算进去这账单 那服务费真的就是餐厅收走 那你另外给的小费才是服务员收的 对 对啊 你们如果真的很怕给小费 我真的觉得美国不适合你们 但是其实它是 没有强制性 但是它绝对会让你觉得是强制性的嘛 所以真的我可以理解那个压力在哪里 所以真的 你如果很怕不好意思拒绝 你真的会被当肥羊 所以你会给两个吗 一定会啊 对啊 那第二个的话大概最少要填几% 至少15以上 大概都20%了 对 18%以上 我是看这个人服务态度如果还好还好 就15就好了 对啊 如果很好我一定会在一个多数 OK 好 Ana OK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国家很喜欢 很常常骗观光客 我就是法国人 你怎么这样 老实 说实话 说实话 我觉得真的是 你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而且不是就观光客 我是说不是就外国人 就是你去另外一个去也是观光客 像我去巴黎我就是观光客 他不是会看外国人 但是反正就是可以骗钱 不管什么国家他就会想 我以前常常坐火车 然后我小时 那时候是我18岁19岁 然后那个距离很久 然后我常常看到也会有一种人 拿着很多东西 然后把一个小东西放每个人的桌上 把它打开然后放 很快 你可能已经坐 或是没有人坐 他全部会放满 然后他就去下一个 所以他就里面是空的 你千不一 如果你遇到这种 千万不要拿到摸到这个东西 可能是大火机 或是那个口香糖 或是就是一些小东西而已 因为如果你拿到他会觉得 你要买 你要付钱 我常常看到有人拿 或是可能也是 因为你进去 你坐你位置 一定没有人 你看到一个口香糖 你可能放你包包 你不知道谁放的 对 然后那个人会跟你吵架 然后一定是要付钱 他不会让你还给他 你一定说你已经拿 你拿了就要付 很凶 然后冲上 有时候是一些老人 法国的阿公阿嬷 他们也可能不常常坐火车 所以不会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很可怜 所以在法国 如果你在路上 有人要给你东西 或是要给你写 写名或写什么 写东西 千万不要听 你就假装听不懂 假装没有听到 然后很 就不要看他 然后就自己走路 不要听 不要说上火车 看到有一朵话 哇 法国浪漫 对 对 手起来 立绝的 大家就过来了 对 因为那个苦战 你可能是上一个客人忘记 我说你不知道 所以你可能 不要动他 不要动他 新年你听到没有 在法国你也不能接 法国也是 你乱拿就 负钱 那他就要付钱 不是这个会凶 会很凶 可怕 所以我们可能要注意 好 有一个国家 我去国 然后我 大概 每天被骗去 每天 真的 我有很多故事 我没有吃钱吗 每天 难得被骗 还那么开心 泰国 泰国 真的 我第一次去泰国 我被吓到 到现在 我没有回去 我完全 我就去过一次 真的 那我不想去 真的 真的 第一个故事是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 然后我们去玩 跟我的朋友们 然后我们要回去 可是晚了 晚上太晚 所以我们 我们要一个taxi 一个计程车 然后 我们跟taxi driver说 这是房间的名片 所以可以看到 第一次去那边 他说 好好没有问题 我们去那边 很快很快 我们到了 可是 这个不是我们的房间 他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 他说 给我看给我看 下一次 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 他去其他的房间 第二个房间 这个都错了 也不是 也不是 我们去四个房间 都不对的 四个 然后我们有一点生气 然后我们跟ta说 好 我们离开了 我们才会去他的taxi 他们说 好好好 我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 然后他真的带我们 去我们的房间 可是呢 taxi费太高 我们飞 遇到很远 没有扣掉 没有没有 因为他说 我们去这么多地方 这是不是他的仇 可是我们有一点害怕 所以我们扶了 然后我们回去 我们的房间 可是后来 我们不要坐taxi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早上我们起来 我们要去观光 去泰国 可是我们不是泰国人 然后我们去哪里 不知道 所以那个房间的 那个一楼 有很多人 那个外面有很多人 他们应该是导游 还是不知道是谁 他们说 你们付一天的费 然后我们可以开车 我们带你去 很多的很好的地方 我们说 好了 好了 然后付费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觉得 可以了 他们带我们去很多的地方 真的很好玩 可是 最后一个地方是 一个 可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很喜欢那个 泰国的传统的衣服 他们说 没关系 你们先付 然后我们准备衣服 我们寄给你们 可是 但是到的时候 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跟我们想要的 而且他们的资料 也不一样 很差 很差 卖的跟你拿到的是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可是我们的飞机 那一天 会去匈牙里 所以我们真的 没办法回去 然后跟他们聊天 所以我们拿这个很差的衣服 回去匈牙里 给我的妈妈看 我寄给你 好想 泰国跟法国 跟中国一样 他不只骗外国人 他也会骗泰国人 所以像我 所以我们要平和一点 对 心情好一点 心情好一点 所以像我之前 在百货公司吃晚饭 然后天气太热 所以我就想说 从饭店到 从百货公司到我的饭店 大概两公里 但是我不想走 我女儿也不想走了 所以我就决定 要叫计程车 然后呢 计程车我就跟他说 用泰文的跟他说 我们要去这个饭店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那条路呢 大的马路塞车 那我也知道 对于塞车 他说他会带我去 比较厉害的路 那很近 不远 然后又不会塞车 我说好 那当然OK 从百货公司到饭店 才不到两公里 然后我们的计程车 这个费用三十五五起跳 他不知道他怎么开 开了两万二万 我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问题 在泰国我们不会 尽量不要叫计程车 是真的 我们都会用什么APP叫车 是最好 然后你就不用怕说 你东西掉了 那要从哪里找 对 或者是如果他带你绕路 你还可以申诉 那东西 东西买 买到一个 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在泰国也常遇到 所以我只能 也常遇到 你也常遇到 我觉得很累 所以我是希望 你不要做这种事情 连泰国人也不敢做 所以你买了 你就 砍回家 当场 对 然后他说没有 你就说那那就给我这一支 对 没错 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善良 很自信 我们有微笑之国 我也要讲的就是泰国 因为其实我去之前 我已经知道泰国就是 会有一些诈骗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小心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天 要去搭那个 都都车嘛 因为都都车不是有很多 那种诈骗 就是要多收钱什么 我们就有先跟他确定 就是这个点到那个点多少钱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一百块 然后结果 上车的时候 他就问我们是从哪里 然后我们就说台湾 说台湾 台湾No.1 然后他就自己 好贵喔 对 他说我好喜欢台湾 然后就很High 一直在跟我们聊天 然后他开开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开始放音乐 然后在那边很开心的唱歌 然后我们三个女生坐嘛 我们就觉得我好开心喔 他怎么这么好的泰国人 就是他这么High 然后还一直在唱歌 然后我们也在后面 在那边跟着唱啊 这样很开心 然后结果到了地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给他一百块了嘛 然后他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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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 我说蛤 为什么 我们不是已经讲好就是 一百 一百块这个点到这个点吗 他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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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没有... 我刚刚有在嘟嘟车上唱歌给你们听 哈囉 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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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歌手... 然後我朋友一直在那边 剛剛 就是一百块就一百块 然后我就跟他说 不行 我们那个抹擦机的时间 已经到了 我们就想说算了 那直接给他五十块 然后他就OK... 然后他开走之前 还在唱一句给我们听 不要唱 不要唱 但是我就觉得怎么可以 他刚才唱一句 太荒唐了 对 我们要不要给 没有啦 他看到你好骗 他才见你 应该是被骗了吧 对 被骗就算成被骗 以后不要给 他如果说一百五 你就拿手机出来假装录 就是直播 因为泰国人很怕丢脸 很爱面子 所以我们最近 然后最近发生很多事情就是 外国人 然后直播 或者是拍影 然后去国外 然后再播出来 然后变成就是 变成一个 国际新闻 对 国际新闻 然后就会觉得很丢脸 所以你一拿手机 他们就会说 刚刚我可能说错了 我记错了 我要一百千块 一百一百 不然你就是拿出来 就说各位观众 他唱歌要五十块 我刚才唱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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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吵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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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泰國一天要到這桌了 泰國泰 然後那個Pong Run的Course 就是它上面就有寫說 從那個菜市場開始帶你遊覽 然後會做三道精美的課程 非常的豐富 不會讓你失望 然後永生就是有這種 美好的回憶這樣 然後它的價格是 一個人一萬塊台幣 好快喔 一萬塊 對 你們應該也沒有去了吧 一萬塊太貴了 因為它是五星級飯店 然後早上就咚咚咚 七點多然後就是菜市場 什麼之類的 還免費給我們喝椰子水 然後就覺得好開心喔 結果後來拿這菜才多 真的 你好好吃才行好片 那邊一年就北洋的樣子 那你真好棒 然後我們都開始做菜了 然後做菜呢 第一道菜就是這個 就它這裡有一個炸的那個底座 然後放上那個切的 譬如說紅蘿蔔啊 什麼青木瓜啊 然後再淋上醬這樣子 就醬 然後 一斤十二塊 然後我想說 應該就是做完這個 還有其他的吧對不對 他就把我們請去那個情人雅座 然後開始用餐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不是豐富的那個料理行程嗎 就是三道菜 對不是三道菜嗎 然後他說沒有三道菜 是他們就是做好端上來 然後我想說 蛤 而且你這個情人雅座 不就是戶外洋傘嗎 對啊 沒錯 然後他後來就說 我跟你講就是你們餐的這個行程有沒有 我給你一個很特別的特別的 他給我一個證書 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 誰要是證書 裡面出來證書 還有五倍 還有五倍 對啊很高級 對 還都英文耶 還有你的名字 然後寫完之後呢 然後那個經理還出來 然後跟我們握手合照 然後經理那臉上就想說 要看一下這兩個方號到底長什麼樣子 一萬塊 我看創辦人都要出來了 對 然後我們回去 那天都收工了 晚上就叫room service的時候 發現一模一樣的菜 三course 三course 然後大概是台幣一千兩百塊 一萬塊 這樣子 而且完全沒有高級感 完全沒有 還在後外 你看都真的 什麼情人啊 所以這些照片的笑容都是假的 對啊 硬笑 對 但通常在飯店我們會覺得很安全 不會被騙啊 怎麼又會遇到這種狀況 沒有 在飯店特別會被騙 為什麼 因為飯店 特別是大的飯店 他們會覺得 所以他裡面的 你被騙的錢會越多 他的狀況確實是被騙 但是我覺得一萬塊 值得 還有證書 值得 我當然不會花這個錢去 但是我就覺得安撫自己 你拿到這個證書 然後所以我們要都可以 你又相信 我跟妳講 妳拿這個證書 然後再去騙其他人 好 你叫他做那個丸子 我覺得妳好可愛 妳就可以把一萬塊收回來 你說妳去泰國學回來 對 我現在上網就開課了 那妳去佳樂福 對 那一陣泰國學的料理 我今天都拍得開課 有沒有 我跟你講真的有人會報你 真的 我也覺得 這個妳有證書 沒錯 那時候在泰國被騙 妳該不會 還在別地方也被騙吧 當然 妳真的是北洋 妳真的很北洋 我跟妳講 埃及 埃及 我覺得滿危險的 埃及就是毫無章法的地方 毫無章法的地方 你去任何地方都要超小心 譬如說去很多名勝古蹟 然後你平常買的可樂 汽水跟水 都是十塊台幣 去那邊就是一百二 但是我覺得這還算正常 因為那個景區 他們的觀光區都很那個 很比較貴 我覺得這時候還算是 合理的範圍之內 但是妳要去那種夜市 他就帶我們去那種 埃及的傳統那種夜市 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譬如說那那夜市 就很多燈啊 很多那種埃及風情 開始要照相的時候 他就把燈全部給關掉了 他就說妳要在我這邊照相 妳要買東西 或是妳要付我三百塊i币 然後就並不得已 然後想說這想要拍哪一照 然後我就付了大概就是五百塊 買了一個 你知道我今天有帶來 五百算小了 對 五百合一啦 算你剛剛一萬塊算什麼 現在想想 沒有 五百 五百合一 妳說一付五百嗎 一付五百 結果呢我們同團就說 妳買多少錢 我說五百 我買這四十塊耶 什麼假的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就是妳走到裡面 最裡面的 四十塊錢很便宜 一不一樣的嗎 一不一樣 而且 它那個關燈還有雲光可以亮 我這個沒有 好 我覺得各個觀光局 都要隆重歡迎它耶 真的 真的 很好一做耶 真的很好 很便宜耶 以後我開店我要邀請你來 妳是要正處我才要去 我要宰請你 正處 OK 所以如果也要去我地方的話 不要一看到第一家店喜歡就買了 對 有時候失心瘋 而且不要說第一家店 沙要慢慢逛 逛最後再買對不對 好啦 沒錯 不要忍耐 好 Kristian 可是真的 因為埃及旁邊有一個國家 還是它有一個很近的國家 這是土地西亞 他們一模一樣 真的 男生跟都一模一樣 他們愛偏人 比如說如果妳要買東西 然後妳說這個多少錢 他們說五百塊還是一千塊 後來妳可以買一百塊 還是五十塊 他們這樣子 對啊 然後為了一千去過的時候 我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我們去掩飾 他們有很漂亮的東西 而且我們知道他們的黃金 他們的 gold 非常漂亮 耳黃還是 necklace 它都漂亮可以賣 比較便宜 可是他們跟我們說 妳不要再賣這裡 我帶妳去一個地方 那邊有很多很漂亮的相簾 然後我們說 好好 我們跟妳們一起去 很笨蛋 因為他們帶我們去一個小小的房子 都是很大的男生 可是我們去裡面 我們沒有發現他們關門口 然後他們有很多男生 然後有很多的很漂亮的東西 可是妳真的不知道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看起來都很漂亮 而且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我沒有發現 有比較適合我的東西 比較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不要買 我們要離開 可是他們說 妳真的不要買嗎 這個真的很適合妳啊 然後而且我給妳很便宜吧 可是門口關起來 所以我們很害怕 後來我們說 OK 好好 我們買一個相簾 然後我們買了 然後他們開門 挽出去 可是我回家的時候 我穿這個相簾 大概三點 三點後 我的皮膚都綠色 對 所以我的媽媽說 妳真的很笨蛋 妳為什麼買家的相簾 真的耶 妳服很多 因為西田那個還比較划算 對啊 還可以用很久 搞不好下雨天帶出去 衣服也變色 有可能耶 有可能耶 有可能喔 OK 接下來要講的地方是這個 越南 對 因為我發現那種 觀光客很多的地方 就很容易被展 因為像我去那個 越南的縣港嘛 然後那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包包 是沒有這個流蘇的 它就是比較素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問那個店家 多少錢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四百塊這樣 然後他就說 妳要不要旁邊這個 漂亮的流蘇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欸 當然要啊 因為我看他包包 就這樣弄起來很漂亮 漂亮啊 對 我們就說 好好好 那我要我要 他說 OK OK 那我幫妳用 他很開心喔 然後我們就也在那邊聊天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用完整個包包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 蛤 為什麼 四百變八百 對 流蘇又四百 他跟我說 就四百變八百 他說 喔 因為你說 你要加流蘇一個 大概是二十塊錢台幣 你看上面有二十個流蘇這樣子 二十個 對 然後他說 這個上面這些 這一條就免費送給妳 人好好喔 對 我還想說 哇 人很好 我想說四百變八百 這也太貴了 後來我們就晃到後面的店家嘛 然後就有看到就是 像是這個 然後那時候 他就跟我說 報價就是兩百五十塊 然後後來他就問我 又問我一樣的問題喔 要不要流蘇 要不要流蘇 你要不要加流蘇 嚇到了 但不要啦 對 第二次 沒有 第二次我們就聰明了 我們問他說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for free的 而且我還在同一間店 看到同一個包包 他已經逢好流蘇囉 就是四百五十塊錢 就這樣子而已 而且他還可以沙價 說如果你要的話 你們全部一起帶的話 就三百五十塊給妳 好厲害喔 所以我真的覺得要 去那種觀光的那種街 真的是要貨底沙價 你不能一進去第一間店 就開始就是想要買東西 不要第一家就瘋掉了 對 你可以就是慢慢看 然後就是可以沙價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但我覺得像 有一些外國的市集他很長 然後你的時間就是那樣而已 所以你會覺得 趕快買一買 或者是給自己一個底線 好 算了 不要囉嗦 不要囉嗦我就買了 所以還是會 買如果再被騙也不要痛了 所以我覺得買了 就不要問別家了 對 就不要問了 要不然你真的會非常痛 還是我以後都從最裡面逛出來 對 一下他都先走到最裡面 對 我覺得可以 就不要走第一間 對 很容易會被騙 真的 雪兒 越南妳也很熟對不對 對 我也是 因為我住在越南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 越南跟泰國其實很像 但是它有一個很 就是越南有一個很獨特的個性 他們其實很硬 很硬 對 他們個性可以很硬 然後如果你有硬碰硬 你就完全沒有辦法跟他和好 那時候我也是坐計程車 然後我就是我可以很硬 因為我超討厭被騙 我也覺得我們大家都是人 如果你想要多給你 我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騙我上北的價錢 不行 我可以很硬 然後泰國可能很怕面子 然後你用手機 然後說好啊 我拍你啊 好 我拍你 然後他就說 好啊 拍我漂亮一點 他拍我漂亮一點 他不怕 我也跟他講 我要教警察 好啊 你教啊 你教 其實他們都是合作的 對 所以他們根本不怕 然後他後來就是用越文 因為我也會講越文 然後他就說 就是 就是 美國人都很笨的意思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說 然後他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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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開始笑 然後就是開那個 因為他剛開始 就是四也不要開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去越南旅遊 然後想要他們對你好一點 你會講一點點越南 他們就會變得很溫柔 如果你是硬碰硬 我叫警察 我可能怎麼樣 你應該要開米車 他就不會開 他四也不要開 然後我最近才遇過 就是第二個就是台灣 那時候我在台東 就是要去我朋友家 然後也是坐計程車 然後我從來沒想到 其實台灣也是有這樣子的狀況 真的喔 我坐計程車 然後我坐裡面 然後那個阿姨就沒有開米特 四也不要開 然後我說阿姨 為什麼你不開呢 然後他說 因為這樣子 我太近啊 我開車到你那個 賺不到錢 給你三百塊 他說三百塊 然後他說 阿姨喔 我們在台灣 我們不是在越南 我們在泰國 我就要警察 應該是會有用吧 我說好啦 好啦 然後就開米特 然後他一整個 一整個路程都在罵我 就浪費他的時間 他都轉不到錢 他也是要養家 我說阿姨 針鳳不會晚上給你補租嗎 不會給嗎 他說也會有 但是不夠啊 然後我 但我覺得你很敢 你很敢 對啊 他就是考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 不會講中文的外國人 第二個就是不好意思 我臉皮很厚 然後真的他 他那時候給我開 三百塊的價錢 便是一百五十塊 差這麼多喔 兩倍價錢 兩倍 然後我是好信 我就給他兩百塊 他說阿姨沒關係啦 拿給你啊 然後我就下車 然後我就下車 但如果阿姨是跟你說 這樣子我跑會不划算 可不可以不要跳表 這樣子你可以接受嗎 如果他好好跟我溝通 就可以 就可以 我是其實很好講話 但是你硬 我就更硬 對 感覺到了 好 其實我也是在台灣 有碰到 就是 這次散的比較多一點的 可是我是會 當下我是很快樂的 那個老闆人超好的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老闆人很會講話 菜場旁邊不是有一些精品店嗎 那些精品店其實都還滿貴的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走過去了 說我就看見他一個球皮大衣 當時其實我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這感覺滿高級的 滿高級的 我當時就是多看了他一眼 要不要穿起來我們看一下 這很適合你 好像很適合街頭穿著 你覺得跟老闆一樣 因為我拿起來就好 你老闆說 你就是老闆 這感覺就是你的衣服 因為老闆就說 你套一下你看看 穿穿看 他說你穿穿看 沒關係 試一下 不要沒關係 你喜歡就好 喜歡的話再拿 不喜歡的話不要 好適合 這就是你的衣服 穿穿你的衣服 不是你穿的衣服 你是有個外會長夫人的你 是 在你 然後 然後 他倆超有錢 借我摸摸看 他東西絕對是 可以 是不是 奧門威尼斯 這個穿的真的會出汗 奧門威尼斯 重點是我平常根本不穿這種衣服 這很粗一條 對啊 這很粗 而且他連袖子都有 而且他都是100% 對啊 這感覺滿暖的吧 我買到他當時就說是25000 然後老闆跟我說 因為這件衣服 他就是你的 所以 他太合 他跟你有緣 我賣你18000 18000 超多貴啊 那一定是幾件 你賺到18000 賺到了 他說你要現在就拿走 18000 可以刷卡 然後重點是 其實才過了不到一個月時間 我回去的時候 因為過年的時候呢 他那邊又有一件 不是紅顏色 不是跟他沒有完全一樣 但是比他長 然後他上面 我就過去看了一下 他好像是老闆在賣的 就換了一個人 直接跟我說的 他就說 這個現在只8000塊啊 蛤 他直接跟我說這個8000塊 還是長版的 你要要的話 他比他長 但是是紅色的 他說你要要的話 我便宜賣給你 這樣過年了 我出貨 我之後我後來發現 我很想買下他那面鏡子 那面鏡子 對 他還有燈光 他那個鏡子那個燈光 你一穿上之後 你就會看起來 不得了 很好看 所以大家真的買東西 不要相信店家的鏡子 因為有些鏡子是哈哈鏡子 他那個鏡子其實我拍起來 我每次去看過 看起來超顯色 對啊 顏色都很高 那個燈光真的是 真的 要冷靜 還有人覺得台灣也會騙人的嗎 妮可 我告訴你 就是前陣子我朋友 他就講說 埋線可以減肥啊 我就說真的假的 好 我就真的 就去了一間診所 就是蠻有名的一間診所 中醫診所 想說去試試看這個埋線 然後那個時候 就護士啊 就過來就講說 這個你這樣一次來都不划算 你要買整套的會比較划算一點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這樣被他這樣講... 我說OK 好啦... 我就這樣買了二三十張卷 大概花了幾萬塊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OK好幾萬塊買這件沒關係 因為想說 瘦嘛 當然OK 當然 結果那時候 我就去了幾次之後呢 我就發現 我每次去 都還要再付什麼 掛號費五百啊 然後 而且他好像是 他也沒有 也沒有強迫 但是半強迫 就是你... 他說你吃這個藥就沒有效 你沒有吃這個藥就沒效 怎麼樣 後來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哇...我就這樣買了二三十張卷 可是我... 我就覺得 好像也沒效果 然後而且我這樣子去 每次都還要再花個六百塊了 那我當初那時候買這些票 我以為是包含...包含這些藥呢 結果它只有埋線的費用了 真的錢喔 對...我想說 那你去不可能 只有說我只有埋線就可以出去 不可能 你一定還要付掛號費喔 還要付這些有的沒有的 我就想說 哇...我真的是第一次覺得 有這樣被騙的感覺 去越多次被扒越多次就對了 對...我就是這樣講 後來我就是這樣想說 我這樣一直去 這樣一直給人家消費 因為去得不夠多次啦 我就是覺得... 妳是不是在整首上班 我就是覺得這樣一直被坑錢 所以我就不去了 算了 你就當初是在美國給小費嘛 太多了吧 我要奉勸大家 因為台灣健保雖然很方便 但是醫生真的就是很辛苦嘛 醫生已經都沒有... 台灣醫生就沒有別國賺得這麼多 我台灣醫生算是收入很低的 所以真的自己在挑醫生的時候要小心 像我自己是一個很顧牙齒的人 我牙齒到現在完全沒有美白過 我也沒有整過牙也沒有... 我就固定洗牙跟那個... 就是檢查我的牙齒 因為我牙齒也是乖寶寶 很整齊耶 然後我牙齒也非常白 對...然後我... 後來突然有一天去洗牙的時候 那個牙醫生就跟我講說 什麼我的牙齦已經發炎啊 他就說不然的話你去照一張X光 結果我去照X光出來 真的一個黑洞耶 他就說你看你這個牙齒這邊有個黑洞 我們要整個挖掉 他說你有兩個...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挖牙肉 然後黑掉的地方挖掉嘛 然後我們再幫你補人工的東西上去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你要植牙 把這一顆爛掉的那個拔起來 然後另外再植牙 然後...然後他說 然後我們會幫你打那種特別的烏痛的 然後光打那個麻藥就要兩萬多 然後零零種種 他夾下來他就開了一個錢 而且他叫我當天的那個禮拜的禮拜六 早上就來做 我就說可是我沒有蛀牙 他說因為你表面都好好的 你是爛在下面 爛在裡面 爛更糟糕 爛下面更糟糕 這個好像在罵人耶 對啊 他在罵我 你反應好快喔 爛下面下面那個會臭掉 可是我越想越不對 而且很貴 就是要十幾萬 好貴喔 真的很貴啊 因為他說這是大手術 然後後來我就不相信 然後我老公就跟我講說 我勸你要去別家牙醫 看一看 再確認一下 結果我真的不騙你耶 我去別家牙醫 馬上約了以後 再去照一張X光片出來 是好好的 乾淨到不行 我記得我還有PO我整口 乾淨的那個X光 我還PO在我粉絲專頁上 那才是我真正的牙齒耶 然後我就跟我 我就跟我那個 第二家的那個牙醫師說 可是上一家說什麼 我這邊會很容易敏感什麼的 他說的確你這邊的那個牙肉 可能有一點萎縮 因為我就四十歲了嘛 那牙齦本來就會 牙肉本來就有點萎縮 正常的 很容易跑細菌是真的 那你就要注意清潔 他說你要用牙線 然後跟買什麼電動牙刷 那個音波牙刷 他說其實你這樣子 好好保護就可以了 然後我才發覺很多人 因為其實牙醫 是台灣第一名 最賺錢的一個行業 所以大家真的要看牙齒的時候 如果要動到自己本身的牙齒 大家就多看幾家 真的耶 這也要貨比三家 我連看到X光片都是假的耶 真的 怎麼會是假的 下面都是黑掉 皓如姐 那家店在哪裡 還在東區 東區 東區 鎖定東區 所以我覺得 大家千萬不要有僥倖的心態 覺得我到那邊 喔 安全的啊 這個安全啊 沒有 沒錯 處處都要小心移房 沒錯 當觀光客出去玩就是開心嘛 常常會很感性 看到很美的東西就想買 但是買的時候理智一點 有時候東西不太適合你 OK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各位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訂閱按讚加追蹤喔 開啟小鈴鐺喔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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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